比如的是同一种病 只不过这种病分为两种 一种是幼儿型 一种是持发型 也难怪文娜和弟弟患病时间不一样 至此困扰文娜和文博姐姐俩的这场怪病的真相 终于被揭开了 对这个病啊 研究的比较少 因为它是少见的疾病 在正常人群当中 它的发病率是二十万分之一 正因为它发病少 没人 也很少有人去研究它 有的可能医生 当一辈子医生都没遇到这种疾病 对于治疗的问题 到目前为止 没有特效疗法 专家告诉我们 文娜和文博姐姐俩患的这种遗传病 也绝非不治之症 尽管治愈的希望不大 但是他们将会在成年之后 病情不再恶化 这两个孩子 已经进入青春期了 将来他们可以谈恋爱 可以结婚 但是 应该是 我要生孩子 为什么 因为我刚才说了 他的遗传性也太大了 很可能将来他们的子女 也是这一类的纪念 如今 爱心设的好心人 仍然坚持每周到文博家探望 给苦难的姐弟俩带去安慰和鼓励 不仅如此 北京恒安中医院的院长 在了解了文博一家的情况之后 也表达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我们今天买了这么一个手机 想通过你们 把这手机带给孩子 给它带去更多的温暖 为孩子能撑起一片爱的蓝天 我也想通过您 将手机带给孩子 让孩子梦想成真 现在文博和文娜 两姐弟的身体状况 还算是不错的 正在积极地配合医生治疗 虽然不太可能像健全人 身体灵活四肢有力 但是如果精心治疗 身体状况还是会有所改变的 文博他们都说 感谢好心人的帮忙 不仅让他们获得了健康 同时也让他们感受到了 生活的美好和人情的温暖 那他们现在呢 都想乐观地生活下去 珍惜每一天的快乐 因为他们知道 尽管这身体上有缺陷 但是幸福也不会因此而减少丝毫 其实比身体健康更重要的 是心理的健康 我们也很高兴啊 这姐弟两个呢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们也真心的希望 他们能够铭记着 大家的关心和友爱 坚强的 幸福的生活下去 年轻貌美女艺人 为了更瘦 不惜冒险注射肉毒针 你真是八本 两个真的收一球 两个收了三天 灾难就此降临 他们被送进重症监护病房 接着尿处 因为他自己不会尿尿 明知注射肉毒针并不安全 却还要铤而走险